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不要吱伤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 有力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该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如流星 却不放弃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 与梦同行 在一起勇敢破冰 登上最高的山顶 山顶 影中的字幕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有声发信息 那也就是说 石总的嫌疑解除了 所以我现在 心里松坏一大劫了 你看窗外 今天天气多好啊 真的 好久都没有看到 这么美的天空了 从你那儿能看见什么呀 是香山吗 你说是就是喽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 不是对谁都这样的 你们那良品铺子那事 调查怎么样了 我可等着洗冤呢我 现在外边的人都说我一下两迟 我上哪儿说理气啊 我冤死我的 你说这事可怕吗 他把名字那么一换 把边边角角那么一修 就能说是他的设计 亏得你们是了不起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已经展开权力的调查 以后你们公司的事啊 我都不敢接了 就怕中间环节 再出现什么差别 好了 别抱怨了 上海车站我们展位图弄好了吗 都在这里 怎么会有电话呀 这是在公司 能不能别在这儿说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是你自己来找我 你又不理我 怎么着 好玩的 不光是一个人 上次他不说吗 说什么脚 伤了打不了球 过来我见到一帮着 这脚还不错 你又在那里头上 不光是一个人 学姐来 学姐 舒晨 你来晚了哦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樊舒晨 这是骆宗良 骆总 帮总 你好 生日快乐 谢谢 想喝什么随意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 大家就小聚一下 我一会儿公司有事先 你得走了 好吧 那咱们单聊 这样子 再见 拜拜 GC 我去去就来 好 樊舒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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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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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公小调 公小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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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過去 一时间找我麻烦 不要 妈妈 乖乖 谢谢你帮了哥哥一把 待会儿我去给你买好吃的 现在婚社会可真难 除了讲工作能力 还要讲人情交集 就连去个生日派对都要 胜中出席 不然就是不给主人家面子 你说我一个搞体育的 为什么也这么多事啊 来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你自己化的妆之后 多好看 你呀就是太懒了 底子好就是没办法 来 我说嘛 就差点视频 完美 不行 不行 这么贵的东西 我要有什么闪失 你说我得三年睡不着觉 拿着 傻呀 这个是仿钻 那个时候 葛一航还没什么钱呢 以前我们一吵架 他就送我一颗 我家里多的事 够你三个月都不宠样的 什么时候送你这么多 等等 你不是说分手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都扔掉了吗 这戒指你藏哪儿了 怎么我来你家这么多次 我都没有发现 我说过嘛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 快 老师交代 你是不是一心 盼你盼而找你可好 走啊 你脸太干了 来来来 补补水 补水 碰我嘴里啊 你得选择 我想见你 我有话想对你说 在生活的魔力中 我们经常会在 不经意的时候 把那个能一起 变老的人弄丢了 而当我们默然回首 发现那个人 再也不会出现 才会后悔 人生有一个 最残酷的事 就是谁都不能重来 有些事就是一次都不能错 有的人 就是一次都不能放开 轩利啊 你这裙子我穿得有点大 你看看柜子里还有一条 那个白色连衣裙 这个 这会你大学舞会穿的吗 我试试 杨阳 我一会儿要去一趟博曼 什么 我之前得罪落棕梁 我要去给他们道歉 凭什么呀 就事论事 他们的策划案不行 怼回去 是你的职责 他们现在有好的策划案 是他们的本事 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之前策划案不行 又不是你害的 是我考虑不周 自己能力不够 就把舒晨他们牵扯进来 却他们又是这种关系 我如果不去道这个策 就会牵连舒晨 怎么又扯上舒晨了呢 我们公司的老板 和负责公关的关总 已经给我下了死命令 必须让我拉进 博曼这个盟友 这博曼之前 在业内的口碑 本来就不好 现在菲林又要抢 他们的案例在手 这一道博曼要是捅下去 我们公司 无论如何 都会站在博曼那边 这我之前不是把魏红 给得罪惨了吗 他们非要让我去道歉 你还必须道到 博曼满意为止 什么 这什么道理啊 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言啊 我一定要去道这个歉 道了歉 就不用连累舒晨了 那我陪你去 不用啊 我自己惹得乱死 我自己解决就行 可是你是为我们 所有人好 不能让你一个人受啊 杨阳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去道歉 而是我去道歉一点用都没有 你看你们都那么出色 不管是体育主编 还是创意总监 都做得有声有色的 你再看看我 我们永远都在互相谈活 结果我却连这点小事 都做不好 我真的挺沮丧的 而且我特别讨厌 他们拿樊淑成来威胁 我更讨厌 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你们背后 被你们保护 我一点用都没有 军力 你等着 等我以后更有本事了 我来保护你 我不会是再让那些人 欺负你了 好 不过这次我要自己去 这是我的工作 该我受的 我一定要自己受 等我有本事了 那你一个一个 全部都欺负回去 我去 这是哪位合作方啊 想让我们卫特助 晾在外边 骆总的妹妹 公主驾到啊 那卫特助 你可要好好表现了 什么公主啊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哥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跟樊淑晨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不可调和的 原则性问题吗 如果是 那为什么现在你还愿意 让我留在菲林 那如果不是 咱们能不能坐下来 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呀 你觉得我让你做的事 会害你吗 当然不会 那不就结了 我让你做你就去做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让你做的事情 都是为你好 你心思单纯又藏不住事 我一无一时地告诉你了 难免会有人 从你这儿套出话来 到那个时候 我一片苦心就白费了 哥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让我去菲林 是为了帮你吗 你觉得我需要你帮 才能应樊淑辰吗 哥 你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你先忙吧 走了 李总啊 是啊 好久不见了 好 没问题 好 稀客呀 哪正风把你给吹来了 对不起 卫主 请您大任我大量 不要再跟我计较 谁会忍心跟你这样的 大美人计较呢 不过上次你说的那些话 也确实太伤人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洛总 这一次怎么这么大的气性 非得替我出这个头 我真的无能为力 卫主 真的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这一切跟别人 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对不起你 只要您能不跟我计较 您能高抬贵手 您要我怎么道歉都行 对不起 要不你当众给我跪下来 表达一下你的诚意 或者 你想去我的办公室 单独地跟我 把您的手放开 把您的手放开 林小姐 你怎么 如果我哥知道 有人在他的公司门口 公然侮辱合作方 还对女合作方提出这种 卑鄙的私下交易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误会 误会啊 林小姐 那就是我看错了 你们其实是在谈公事 你没有故意地要侮辱他 或者是想要占他的便宜吧 没有 当然没有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 我刚才在求卫特主原谅我 那你想要原谅这位 合作方女士吗 原谅 当然原谅了 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啊 林小姐 真的没什么事情的 你 你看 要不咱们别在这里 万一骆总他出来看到会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只有这件事 真的只有这件事 林小姐 你也知道骆总他挺忙的 要不咱们就散了吧 还有 我希望卫特主能原谅我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不要再跟我计较 我知道是我错了 希望你们博曼 不要再跟菲林 因为会所的事情起冲突了 不会 不会 你知道我也是菲林的员工吧 这个案子本来是我出的 结果被你抢走了 我哥他知道吗 林小姐 石总把这个案子交给我 我还没来得及出策划案 就被你啪啪啪打脸抢走了 林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 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这件事纯属误会 你们大人有大量 就让他过去吧 行 那咱们就一笔勾销吧 勾销勾销 那你还有什么 要原谅魏特主的吗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 不关魏特主的事 我会反省 但是魏特主 我也希望你能吸取教训 以后不管是策划案 还是让道歉这件事上 吸取 应该吸取 我马上就回去吸取教训 慢走 谢谢 来 来 谢谢 今天谢谢你了 这有什么的 我也是借着我哥的名气 胡家胡卫 今天我也逆袭了一把 幸亏有你 突然的话 我真的不敢想后果 我就是做了每个女生 遇到都会做的事 你最后那下才了不起 不卑不靠 坑墙有力 哪儿呀 其实我也只是就事论事 你要换做平时 该我认的我一定认 就算有你给我撑腰 那像他们那种人那种做法 我也一定不会像他们一样的 有 对了 我想跟你重新认识一下 这之前 每次我们见面 总是那么的戏剧化 都没有办法好好介绍一下 你好 我是纪绚丽 是樊淑成和史维松的范小 你好 我是林子瑜 是樊淑成和史维松的下手 那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继绚丽的朋友了 来 干杯 干杯 好 你好 你好 不要 要不要喝豆浆 谢谢 快进 这是你们家宝贝啊 太可爱了 云音姐 现在幼儿园是不是都特别洋气 我看他们什么节日都过 还要开园优惠 你这么忙有时间参加吗 等你当了妈就有时间了 再说了 折腾一点怕什么 就这种幼儿园 那也不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的 每天都有半天是外交 这种语言环境上哪儿找啊 他们老师还给我看了 《休息日记》 有一百多号人呢 我已经算很幸运了 我天哪 一年十多万 还要排一百多号 你说的我都不敢要小孩了 一定得要 孩子真的太可爱了 为了他们 什么事都愿意做 真是 不过姐你也挺不容易的 那会儿我们家宝贝生那么重的病 你还加班都没时间陪她 幸亏其人自有天相 姐都好啦 还心吗 说什么呢 那么开心 凡总 因为你姐家宝贝特别可爱 没什么 谁不都觉得自己家宝贝可爱吗 从今天起 请称呼我为成年版的柯男 我已经确定了 谭月英就是内奸 谁 怎么看 两品铺子的展台设计稿 是魏燃设计的 谭月英跟魏燃早就认识 但他们俩中间断过联系 就在两品铺子的发布会提案前不久 谭月英主动找到魏燃 向他诉说自己婚姻不幸 让魏燃重拦了爱火 结果咱们的设计稿泄露之后 谭月英的态度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也连见都不愿意见魏燃 魏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想明白了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利用 谭月英利用魏燃对他的感情 偷了设计稿 魏燃说的话都在里边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 你来菲林有四五年了吧 月英啊 你是我最信任的下属 我们兵肩作战这么多年 打赢过多少成长 做出过多少至今 还在菲林被热议的经典案里 这么多年的奋斗 难道都比不上 博曼给你的一颗甜枣吗 淑辰 你不用拿这种话压我 对菲林 我没脸说温馨无愧 但对你 我温馨无愧 你利用魏燃出卖公司 让史维聪替你背黑光 我还傻不垃圾 连电脑的密码都没有瞒着你 这就是你对我的温馨无愧 我为你卖命 我每做一个案例 都用尽了我所有的心血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愿意为你博出百分之九十的未来 我能做到我做得最好了 可人说这来我又得到什么了呢 你的几句赞美 还是你的几顿饭局 你知道博曼给我的是什么吗 也是 像你这种天之骄词 肯定不会懂我们的苦 我要活着 我要为了我的儿子活着 我要站在他面前问心无愧 你的才华 副总一直都是很欣赏的 国际小学那边都安排好了 来 来 我讨论是什么 我讨论是什么 你当欣赏的 那便是什么 我讨论是什么 小学那我生死的 我讨论是什么 最后来问一下 我讨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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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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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在凡沉俗世中努力活着 你只不过是比我幸运一些罢了 你不用面对这些问题 而我要 我知道 我做的这件事 以后无法再在公关界立足了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愿意承受一切后果 我不用面对这些 并不是我比你幸运 而是我有底线 月鹰啊 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你应该知道我每一天 要面对多少的诱惑 谁不爱钱 谁不爱好车 谁不爱豪宅 可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 你应该记得 当初骆总梁为什么会离开吧 当初她的才华和能力 在当时来说 真的可以算是既经四座 所有人对她都只有佩服 可结果呢 她一步错步步错 从一个顶级公关 变成了因为个人利益 出卖公司 被赶出公关界的人 她不可惜吗 她没有情有可原的地方吗 可是有的事 就是一次都不能做 一次都不能错呀 你告诉我 你现在跟她比有什么区别 你不也因为个人利益 出卖公司了吗 好 就算我对不起你 那你告诉我 非你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跟你一起打拼了这么久的同事 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因为你一个人的利益 让所有人的努力都付出东流 我是比不上骆总 你也可以继续大义灭亲 谁能比你更公正啊 你永远都是大义英雄 可是书晨 我只想让我的孩子陪在我身边 我作为母亲 不想缺席她的成长 我有什么错 樊总 您是赤着麦片长大的 您接受过最好的教育 所以你年纪比我小 职位比我高 你现在可以制着我的鼻子吗 我也想让我的孩子 能接受好的教育 想让我的孩子吃上麦片 不要输到起跑线上 你告诉我我有什么做 不是我想当英雄 这是人的选择 你以为你对你儿子就温馨无愧吧 你想他受到好的教育 那你告诉我 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人是谁 是妈妈 你的言行深教 你的行为确实才是你儿子最好的朋友 你不想缺席他的成长 你以为你现在做的这些 就能让他不输在起跑线上了 你是让他在起跑线上就抬不起头 你儿子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买品 也不是昂丧交易背后才有的机会 他是没得选 如果他能选 如果他能选 他一定会选吃这母亲干净的手 做出的饭菜 就算求 他的腰杆也能挺得比谁都值 我说月音节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点儿脑脱都没看出 肯定是跳到别的公司 这个公司不是在查内奸吗 这不就是 不可能 月音节是咱们公司老人过吗 月音节 月音节 不会吗 凡总没替他说点什么 别忘了 什么都不知道 师父 月音节 是月音节那个内奸 我早知道了 这个内奸是飞林最鹦鹉最有智慧的你的领导 我亲手捉到的 冷血 什么 正经你又疲痒了 你怎么能一点儿不顾咱们的革命情谊呢 怎么顾 他可是直接出卖公司的资料 跟你这样的领导一起工作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要换总 你什么意思啊 你回来把话说清楚 赚钱 月音节 你干吗呀 紫月 你怎么来了 我决定回飞林了 回来 你 紫月 送送我吧 我去 月音节 紫月 你一定要引以为介 千万别学我 我真不是什么好的榜样 不是的 月音节 我是想来谢谢你 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月圆姐 不要了 丢了吧 这里面真的没有一点 你留恋的东西吗 月圆姐 你真就这么走了 傻瓜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做什么事都全情投入吗 这里面有不少东西 你如果喜欢就留下吧 我在飞行所有的岁月 都在里面了 子鱼 你一定要保重 千万别学我 走了 没有把她的离职原因公布于众 你得及你面子了 谢了 余泽 为母则刚 除内奸这事 我也要负很大责任 如果当初我能想得再周全一点 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也不会让博曼找机会下手了 这博曼为了吃掉我们 真舍得下血本啊 不过好在这事终于结束了 别这么大压力了 你算对得起谭月英了 人之一尽 可是除了这个事 她再也做不了公关了吧 那倒是 可是同样是被轰走的 骆宗良就能再回来 还眼见着把我们打得节节败退 漂亮 余总 我再也不会让博总良 从我们的手上抢走任何一个项 我不会再犯错了 保证就不需要了 做到给我看吧 林子瑜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还挺想她 继续留在菲林的 她自治不错 而且我又确实冤枉了人家 只不过她是博总良妹妹的身份吧 你觉得她人怎么样 人 挺漂亮的呀 人品 性格 人品 性格呀 那人挺好的 挺政治有原则的 你英雄难过 没人关 没有 好 我就为我的项目总监 网开一面 让她回来吧 那别 您还是公事公办吧 不 我对她的工作能力 还是很满意的 淳秀那个案子 无论是在口碑上 还是事件发酵后 对我们带来的效应 都算是今年的优秀案例了 那是洛总良的妹妹 如果你能确保她的人品 让人事那边 把敬业协议多加两条 签得严密些 其他的我没意见了 真的呀 怎么 只让博曼挖我的人 我不能挖她的人啊 争口气 把这姑娘追到手 如果从她嘴里 还能挖出点博曼的信息 那就完美了 吴总 你说什么呢 停 停 云特云 石总 之前误会你了 对了 误会有点 是 别觉得导致 这人眼睛 都有了 对 一点点 他说是 你也不怕 你不怕 它是 你也能伤害我 使你不怕 你不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谢谢 你如果过来干嘛 找虐吗这不是 方淳辰你是狗眼睛啊 这么小的伤口都能看见 上你身上试试 想一声就美啊 我今天就在林子余面前 拆穿你的假面具 樊总 你之前不是说 内奸的事情告一段落 就给我一个答复吗 那我可以留在飞林吗 有人看坏 有人发呆 有人不自在 有人无奈 有人被爱 有人要离开 有人要离开 有人徘徊 有人摇摆 有人要摆 有人怕失败 有人等待 有人澎湃 有人飞起来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里 应该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里 地上 等明天的光芒万丈 音乐浮现在月蓝之上 我有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可以追风逐浪 别告诉我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什么手可以 你决生千里 你是你 我是我 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 别怀疑 我的明天 我的路 会通向哪里 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我只需相信我自己 我的时代我可以 永不掩埋 接受摔倒等待 原来再重来 我的时代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平庸 活出自己多精彩 我的时代我可以 永不掩埋 我的时代我可以 接受摔倒等待 原来再重来 我的时代我创造 与你的未来 拒绝平庸 活出自己多精彩 主 leg smart 活出自己大使 什么 就因为这些帅 主委 他将拒绝平庸 绅有全力 没治愈